大家好,那今天我想要用中文做一个视频,来练习一下我的口语。 本来打算说一下关于我学习中文的经历,但是呢,后来我就意识到,其实用中文讲这整个故事,对我来说还是可能有点的难。 所以呢,我就决定做一个更简单或者是简单的视频,用中文随便说一些事情。 如果你们发现一些错误,请给我一下改帐,我总是很开心受到改帐。 嗯,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作物,尤其是在神教上。 嗯,其实我觉得神教就是学习中文最难的部分之一。 嗯,可是对我来说也是,嗯,中文,嗯,让中文最好听的事情。 不知道蜘蛛话是不是对的。 嗯,我觉得,嗯,要不是神教,中文肯定,嗯,不会那么漂亮的。 那首先让我自我介绍一下,我的名字是Talia,我是美国人。 嗯,我还没有选择到一个中文的名字。 不同的人给我建议各种各样的中文名字。 嗯,但是呢,我还没有找到适合我的一个。 嗯,好,那我对外语非常感兴趣。 我开始学习中文很多年前。 但是呢,嗯,我放弃学习很多很多的词。 然后呢,嗯,只是在这些最后,嗯,大概三年,嗯,终于开始有进步。 嗯,这个进步,嗯,是由于一个非常厉害,嗯,学习中文的频道。 嗯,它叫Mandarin Corner。 这个频道真的让我的中文学评得到诸大的提高。 有很多,嗯,跟中国文化有关系的视频。 嗯,内容非常有意思。 然后,所有的视频有拼音,这个非常有用。 好,嗯,不知道我还有可以说什么。 那我们下次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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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